我听说 前几天你跟皇后闹一起 皇后小产了 皇妃现在也怀上了 我可把话说清楚啊 你要是不把孩子护好了 我可不饶你 皇妃怀上了我怎么不知道 太医来报的喜脉啊 这个皇帝 有吃蝗虫的精气神 操心一下我报孙子的事 岂不是更好 那是自然 快去吧 屁股上都长刺了 是 乡下人唱歌 黑老瓜尾巴长 娶了媳妇忘了娘 唱的就是她这个样子 行 我陪娘亲吃完饭再走 快去 快去吧 好嘞 黄冲的事别再说了啊 知道了 皇上 皇妃睡了 皇妃生病了 有一点烧 你下去吧 是 也下董事病了 我会自己来 还不懂我 你不相信我 您刚才的事 我 你还不住 année后 我就想着孩子在身上 就不吃药了 都睡一睡就好了 有了喜脉我都不知道 我今天去太后那儿 还是太后告诉我的 他老人家说 这个孩子无论如何都要保住 否则他可不宜 我本是想先告诉皇上的 这不皇上去了京郊 然后处理荒灾吗 那我就先告诉太后了 我知道你今天回来 本就想小睡一会儿 就马上去做帮 不想皇上就到了 好好护着我们的孩子 将来我给他起名字 以前我以为当了皇上 就会逐时顺矣 其实不然 那就像是一个人 在迷恋山顶的风景 可真上去一看 不过就是一片碎石 咸花野草 还有毒虫猛兽 可到了那会儿 下又下不去 躲又躲不了 你又要死了 皇上 你也累了 就在这儿睡吧 我要看着你睡 军队 你也不想